我们今天来到圣地亚哥东北郊 一个叫Dixon湖 它是一个圣地亚哥县的公园 看到这里的停车场 远处可以看见是Dixon Lake 因为这个地方在圣地亚哥的东湖 东北角 圣地亚哥的东部就是比较 比海边要热一点 老公今天想租一条船 然后钓鱼 不知道行的通行不通今天 去看看办公室问一问 一般说了我也不懂了 听说钓鱼最好是一大早 或者是黄昏 这时候鱼就会出来早吃的东西 一般中午的话或者白天 鱼呢不喜欢晒太阳 就躲到一边去休息了 不出来所以也不容易钓到 看来今天我们来到一点晚 现在已经艳阳高照 快十一点了 也比较热 不是钓鱼的最佳时刻 所以几个多个星期的夜市 然后,当季节越来越暗,我们开始关闭了 但我们总是开启到6 美丽 所以,有黄套的牙筷 我们要注意到吗? 不过,但黄套的牙筷是外出的 用的时候,把鱼干再一段一段接起来 老公最后决定来了一趟 我还是试着钓鱼吧 就从岸边钓 他现在把那个鱼干接起来 这一棵Eucalyptus tree 带脱皮 将钓鱼线接起来 他自己做的鱼幼儿 将幼儿绑到线上 绑好了 迪克逊湖 远处是可以租船的地方 这里一个小栈桥 岸边有阴凉的地方 今天真是非常晒 晒得皮肤都疼 抹了防晒油也不够 因为要用那个钓鱼的鱼干 你需要有一个比较宽敞的空地儿 因为他这个一摇一摇 那鱼线飞得很远 很容易就挂到了这些树梢上 上山了 终于爬上来了 老公怎么不见了 终于追到他了 这叫钓鱼下面 走了十分钟 怎么越走越远呢 离湖边 前面一条小路 湖在那边 底下 从刚才这个小路里出来 远处就是这个湖 但是我们在湖的上面 在怎么钓鱼啊 希望前方有一片岸边 今天太阳真强烈 看我的胳膊 前边的道不走 老公要另开新路吗 往前走越看越不像是钓鱼的好地方 我们就钓头 原路回去 嗯 再慢慢找 这条小镜就在沿着这个湖 湖的山坡上 这个湖周围就是四边就有这种 比较矮的山 环绕 这条小路就在他的山坡上 今天还好穿的这种徒步鞋 咦 转过身来 老公怎么不见了 远处听见脚步声 一个人影出现 这一块怎么样 树枝太低 它甩不开鱼线 还有在这个水草太丰盛 底下都是缠住 鱼片还好 但是水底下还是 水草太多 容易把鱼钩子 缠住 这旁边东西树太多 有点施展不开的意思 老公去了沧桥 上面去钓鱼 那里可以伸展的开 没有树枝折挡 水也比较深 一想都是花生皮 一个小松鼠 有的人就在这里喂 喂松鼠 花生 喂鸭子 面包 吃的真香 很熟练 今天的视频 就到此结束